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一下我們的少女戰爭來 那最近基本上又出了我們一隻全新的UR的武將啦 今天就來看一下他究竟逆不逆害啦好不好 那這隻武將的話 名字大家應該也一定是不陌生的 因為這個名字的話 在我們的這個毛咪大戰爭是很常看到的 然後是我們黑色的這個 這個超級 這是什麼 超級的那個 速攻的輸出手 也就是我們的真田幸村啦 那之前就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款遊戲的真田幸村 其實非常非常的香喔 那我們待會就來跟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邊的這個 真田幸村的這個全新UR形態 看一下究竟他的威力 有沒有那麼的厲害啦好不好 應該是完全沒問題的 畢竟UR角色就是一個香 而且他們就是UR角色的話 感覺就是那個動態啊 跟就是他的作畫風格的話 都會變成超級無敵帥氣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抽我們這邊的UR形態的話 都可以來試試看 像這個隊伍右邊的最後面那一隻 就是那個真田幸村了對不對 對 沒錯 好不好 之前應該已經讓大家看過我們這邊的幸村了 這個比貓戰爭香啊各位 畢竟貓戰爭看起來很像那個 拿那個什麼金剛狼手抽的這個 這個怪物很像這個飛鷹的感覺啦 不過我覺得貓戰的話是帥 然後我們這個的話是美麗 又帥 所以這個贏了一個美麗 多了一個美麗這樣感覺了喔 哇 這關好像有點硬欸 原本想說進來刷一下 結果看起來好像有點 有點難打贏喔 不過現在看起來他們好像應該是 沒啥那個喔 沒啥那個就是 沒啥這個 這個給我們造成太多的壓力啊 因為目前來說都是我們在主要做一個進攻啊 待會看一下喔 這個刷下去如果我們全部殘的話 那我們就沒啥就打好了 看起來好像還行喔 但這款遊戲的話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他算是 哲平玩過就是這個回合式戰鬥裡面 算是還頂不錯的一個遊戲 因為他的這個技能跟奧義啊 是你可以自己選擇施放的 然後每一個這個施放的這個時間點跟那個 時機都是大家可以控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裡面的這個妹子啊都 非常非常地香啦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香 然後我真的是超級推薦大家可以來玩一下這個 花架環節喔 這個花架環節真滴是 龐貢貢貢貢貢 這是大家自己來下載體驗 來了 欸我們這邊看起來 這關應該是那種大關喔 所以才沒辦法就是讓我們這個跳過喔 感覺有點偏困難難打唷 喔 凱薩還一直打不死喔 喔 終於了 而且他這邊裡面還穩了一些小兵欸 如果沒有這些小兵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直接爆開了 完了 欸這遊戲計程上他的這個 招式特效啊跟就是那個 就是各種的這個2D Live的展演 完全沒問題喔 就是很High的 只是因為現在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那個阿公會啦 跟就是玩的人真的是有趨近於就是減少 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就是他這邊有這個 變成就是那個 就是和諧的這個模式了 就很多人都退坑了 但是所以就沒辦法就是打很多的那個 國戰啦 而且我後來也沒有去找就是那個 有在就是打那個國戰的這個公會 所以我就在這邊每天 就是欣賞個妹子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看妹子這邊的這個 消消喜悅這樣子 大概就是長這個環節了 但是還是蠻開心的啦 而且裡面的話就是蠻多一些 就是戰國的武將啊 跟就是一些三國的武將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欸他們在這個遊戲的這個 差不多性轉的樣子是長什麼樣子喔 完全沒問題 好 那這邊的話就只剩下我們最後這一隻啦 我們這邊全部的這個招式給他開下去 應該就沒啥問題啦 凱撒招式一開 為什麼凱撒招式開下去之後就 就沒有就是那個聲音了 對啊 他的招式是不是太有魄力了 直接開完之後 然後就那個聲音就直接爆開了 這可能跟我這個手機是有關係的啦 待會就把他用出來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真田幸村UR角色的這個介紹 沒問題 這個戰鬥環節是真的好玩的 好 那我們就先來去把我的這個 音樂搞出來吧 一定要音樂才會嗨啊 好 那今天的話呢 這隻就是哲平想要跟大家介紹的重頭戲 我們的真田幸村帥氣到不行喔 我覺得戰國武將系列 這個在貓戰的話 他基本上這個就是進化之後 也是有那麼帥氣的這個一面啦 好不好 那這隻真田幸村的話 也沒有讓大家失望 而且真的就是利於美的這個展現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隻角色的這個 威力是長什麼樣子的喔 然後第一招是這個強襲三段級 攻擊敵方單體造成240%的這個傷害 並回復150點的這個怒氣喔 然後這邊的是這個 滅世之眼啦 浴火 無盡焚燒 攻擊敵方全體造成這個160%的這個點的這個傷害 在為敵方全體目標添加這個烈焰印記的同時 回復自身200點的這個怒氣喔 然後烈焰印記的話回合結束 使對目標造成真田幸村攻擊力25%的這個 濁超傷害 持續兩回合可以被驅散 然後再來是這個 滅世之眼 玉獵火 萬物禁焚 攻擊敵方全體造成180%的這個傷害 在為敵方全體目標添加這個紅蓮印記喔 原本是這個烈焰印記現在變成紅蓮印記了喔 然後的同時會自身回復300點的怒氣 且會回復後排我方隊友的這個200點怒氣 所以它是可以幫全體回怒的喔 就是增加這個開大決的這個機會 然後紅蓮印記的話呢 回合結束使對目標造成 增田幸村攻擊力25%的真實傷害 持續兩回合 該傷害不會不回復怒氣可以被驅散 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原本的這個烈焰印記的話 是回合結束使對目標造成 增田幸村攻擊力25%的這個 濁超傷害持續兩回合可以被驅散 然後這邊的話基本上是那個 好像一樣啊 可是這個啊 烈焰的這個紅蓮印記的話 它是那個 不可以回怒喔 但是它這邊的話 這個第一招的話是可以回怒 所以然後專武之後就可以讓別人 就是不能回怒 所以它應該是可以回復自身的這個 隊友這個自己隊友的這個 隊伍的這個回怒的這個角色 然後讓對方就是沒辦法回怒的這種角色喔 然後再說我們這個強擊神 最重傷害提升18% 然後強擊擊的話是 除了提高18%以外 還有這個角色的韌性提高10%喔 然後這邊是我們這個 步驅之眼 幸村的普通攻擊與技能在攻擊目標時 均有25%的概率 為目標添加烈焰印記或紅蓮印記喔 沒問題這個是 步驅之眼 它的這個被動啊 所以技能當中 只要用普通攻擊或是技能攻擊目標 都有25%的基率為目標添加印記 再來是這個 利刃神 利刃神的話是角色的基礎攻擊力提升24% 然後利刃神的話呢 是除了挑戰攻擊力提升24%以外呢 還有角色的韌性提高10% 然後這邊是 強襲異獄火三連圖啊 這是我們這個 就是原本的三段級的這個 高星版本 攻擊地方單體造成300%的傷害 並恢復200點的怒氣 並會自身添加烈火之盾的效果喔 烈火之盾的話 此自身受到的傷害降低15% 並提升15%的反傷率 持續兩回合 該效果不可被驅散 剛剛增田幸存擁有烈火之盾時 其任何攻擊對敵方造成的傷害時 都會附帶50%的黑血侵蝕 OMG 黑血侵蝕是什麼 他好像沒有血 但是這邊就是會造成這個 附帶50%的這個 黑血侵蝕效果他沒有給我 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欸 完了 我沒有這個黑血侵蝕效果的這個 就是什麼 就是敘述 完了GG 然後再來是這個 故屈之言覺醒 自身的增傷和免傷提升20% 幸存的這個 普通攻擊與技能在攻擊目標時 均有25% 為目標添加烈焰印記跟紅蓮印記 戰場上每存在一名擁有烈焰印記 紅蓮印記的敵方目標時 幸存的回怒速度提升5% 沒有問題 所以他是我們這邊的烈焰印記 跟紅蓮印記的各種施放人員 然後用上去之後 基本上這邊都有寫 就是紅蓮印記跟烈焰印記的效果 都是會有25%的這個 灼燒傷害跟25%的攻擊傷害喔 好 最後一招 面世之言 煉獄之言 萬物歸城 這招式的名字超級危機帥 攻擊敵方全體造成200%的傷害 再為敵方全體目標添加紅蓮印記的同時 回復自身300點的怒氣 且回復全體隊友的200點的怒氣 若敵方成員僅剩一人史 改為施放最終奧義 滅世之言 煉獄之言 萬物俱滅 攻擊敵方單體造成500%的傷害 再為目標添加紅蓮印記的同時 提升自身的20%攻擊力和防禦力持續兩回合 同時回復自身300點怒氣 並回復全體隊友200點怒氣 且會驅散隨機兩名敵方英雄的全部正義效果 紅蓮印記回合結束 使對目標造成增添新村攻擊力25%的真實傷害 持續兩回合 該效果傷害不回復怒氣可以被驅散喔 這招的話基本上感覺就是 也是那種比較偏超級大輸出的感覺 並且是雙刀類型的角色嘛 還會幫隊友回怒 然後讓對面比較難回復一些怒氣好不好 然後重點就是這隻角色的2DLive圖 真的是帥到一個不行的好不好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你們對他的一些看法囉 我覺得目前來說 2的角色出到UR的部分的話 都真的是帥氣到一個不行的 那你們覺得這次的增添新村怎麼樣呢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你們比較喜歡這個增添新村 還是我們貓戰的增添新村呢 也可以分享給哲平知道囉 那我最近回到大家 掰掰啦 掰掰 掰掰 讓你們看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